看看台灣的競爭 連泰國馬來西亞都追上 新加坡以前在台灣的後面 過了二三十年 我們現在兩部車在競爭 我們連新加坡的尾燈都看不見了 我三十年前從學校畢業 從事一個新聞工作者 我的薪水四萬五千塊 過了三十年 今天同樣從事新聞工作者 我們當年四萬五 現在才三萬出頭 各行各業 這還要去講它嗎 我們年輕的時候 四小龍老大是台灣 現在我已經開始垂垂牢椅 看看台灣的競爭 連泰國馬來西亞都追上 新加坡以前在台灣的後面 過了二三十年 我們現在兩部車在競爭 我們連新加坡的尾燈都看不見了 新加坡的香港突飛猛進 所以我們現在所有上下一條心 不分朝野 不分政黨 不分地域 大家團結起來 趕快衝刺高雄的經濟 我們到現在這幾十年都在吃老本 這還要默示這個問題嗎 問題絕對不會因為你忽視它 它就不存在 到現在我們還在仰賴新竹科學園區 我們還有其他產業嗎 到底台灣還有沒有其他的產業 大家自己看清楚 還在吃老本 所以為什麼這麼著急 我們再不團結往前衝 下一代的台灣年輕人跟孩子們 會吃很多的苦啊 這是我沉重的呼籲